实施点对点运输模式之后 所有跨境司机在提前申报后不再进行口岸全接驳 直接驾驶跨境货车前往预约作业点 所有跨境司机提前在跨境安系统注册按名单管理 入境后全程闭环管理 原则上当天入境 当天返岗 在兼顾防疫要求的同时保障的运输效率 一些大型供应链综合服务企业 也同样感受到了政策调整带来的变化 随着通关新模式的实施 不少先进制造业企业的物流订单分支踏来 据了解 深圳市各相关部门将加强对作业点的管理 按照国家最新防控政策要求 落实车货厂的一新防控措施 畅通粤港两地陆路贸易物流运输 这个跨境措施也在不断的优化 已经对我们的效率提升 已经产生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对于支持深圳的外贸发展 其实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所以说我们考虑未来的话和物流的联动 就是要进一步出台更多的这种通关的便利化措施 能够让货物更好 更快 更高效的流动起来 这是更好的支持我们物流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